才刚代表民进党接棒参选中山北松山 谢佩芬在征召后隔一天就占路口败票 锁定上班人潮争取支持 支持理性专业的谢佩芬 对决胡乱抹黑的王洪威 谢佩芬抢先发动攻势 再质疑对手王洪威落跑议员身份 不只是他的落跑的问题 包括说他的市议员的选举补助款 那我还是会奉劝王洪威委员 他这个钱可以先好好存着 他未来四年会是两头空 谢佩芬真的是双标 那么他被另外一位绕跑议员苗博雅 被他逼到只能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选区 证明了一件事情 律能你不能 仍在立院开新北未要案记者会王洪威隔空回籍 再拿贞结不起诉结果 反酸哈佛女孩谢佩芬与哈佛学长赖清德 我今天就是针对赖清德 在板桥幼儿园的这个事件里面 每一句道歉都不愿意说还这么傲慢 这是哈佛教你们的事吗 谢佩芬你敢不敢讲林志坚是清白的 说我抹黑我到底抹黑了谁啊 王洪威卯足火力脸书在抢 吴怡农说应该要有初选机制 按指吴怡农对谢佩芬被征召有意见 那我想怡农在讲的是民进党整个就是机制的问题 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需要见风插阵 非凡不是也是征召吗 那吴怡农怎么不都不敢讲话 默不吭声 等到谢佩芬来选的时候 就说应该要有初选机制 所以事实上在 在那个 在黑那个 谢佩芬的应该是 是无一农啊 王洪威在扯绿营团结中山北松山双书之争 已经正式开大 进行我们黄轩马恩凯采访报导